吱吱吱啥 武功 武功一排引弓 为什么还会有个四千虎 我的天 狗狗这边是双雾里啊 呃 变卡都没毛病 感觉应该是差不多能猜到 哇 利迪府 猜到对面那一个智容吧 所以都没有变什么高速卡 我的天 狗狗狗是高强力吗 因为他对面开天正的话 本身他这个单位就没速度嘛 所以没有必要去变速度卡 呃 哇 狗狗这个手机切得好无奈啊 这对面是想拼一把吗 领波城 双尸陀 地地府 这啥女拔猫 我估计狗狗这边宝宝可能还会卡大金呢 你看啊 就按照狗狗这个宝法的话绝对是卡大金的节奏 这队就是暴力队是吧 我的天 化身那把防御圈感觉完全没机会 看这啥门派哦 哦 还几把走凡 魔天宫吗 是 我看一下 这个是 哦 应该是魔天宫 应该不会是龙宝 先祖的 这完全没机会啊 因击过来完全没伤害的啊 那个 观战这边小哥对面 这边能看得到 这里 嗯 魔天宫 魔天宫还能打得 打得近一点伤害 但是对观战这边没什么太大影响 一把罗汉齐出来 现在也就是因为狗狗这边是没有带地府的嘛 所以 一波隐身宠还不太能清得掉 其实等对面隐身出来了 这边就是一到一个了 现在先来打一把防守 点个灯 然后试图防御一下 就反正先 先慢慢打 因为观战这边的话 他其实不太着急点人的 而且对面的话就算 一波点过来 观战这边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所以前期的话 反正先利利盾 扛一扛 对吧 然后等到对面宝宝出来之后 巨星对面宝宝就可以了 然后让两个风系去控对面的一个输出 这个 太稳了 就他这种 他这种面伤打过来的话 其实就完全再给这边加 加愤怒 零部身上还不错 比战头高一点 前期应该会有放下 我就不知道他这边 那个 是不是都放 都放下过 有罗汉的话 天空的伤害后的主 而且对面的话 等于是没有回复嘛 单一个立地府 这把他开始听宝宝的节奏了 他其实没什么 其实对面的话 对面点也没什么用 他对面准备是地府给小死 地府给小死点 不然的话他点谁都没什么用处 我感觉到今天打完狗狗又可以去睡觉了 一把金青 师妥的话应该是伯过去了 一到一个嘛 对吧 虽然神了 只不野兽 对面是不野兽 都只有 都只有立地府有 看一下多少时间能结束 现在四点钟 感觉四点半差不多 等下 他再来个啥 这是 山山 的山 起身 暴击 的 轻松 强席 我无双战神伤 没见过 灵波 承接的太少了 对 说是八进四 对了 大带地金刚卡 加防御的 对面只能出隐身卡 其实没什么用 应该是差不多能 我估计对面是不是 报名的队伍全都是那种 就五攻六攻的这种队伍 所以说 对啊 就差不多套路都摸准 所有的那个 变卡啊 然后那个 加点啊 都是凭上特别耐的那种 对 现在是淘汰下了 女儿空一个 方寸村一个 对啊 师徒这边的话 继续在试博 一五号位都可以 对 八进四了 可以一直洗点的呀 就他 他之前的那个 安排的话 应该都是 应该是不是跟那个 叫什么 就是跟群雄那种 就是直接传档一样的呀 就每次打 每次传啊 不我全面没打过 七天洗一次是吧 哦 七天洗一次的话 那就等于是 就像这种省赛的话 其实点数应该都是固定的 就不能再改了 哇 哎 这种开大车都没风中 关键是狗哥 对面也就是拼这一回 拼前面几回合嘛 就前几回合 没拼过去的话 我们就差不多结束了嘛 因为这边 而且这边主要是 双风嘛 所以对面其实不是很好打 进攻几都打不出来的 疯狂音机 好像半小时都不用 呃 今天应该没比赛了 就等到明天了 就等于是 这两天的比赛的话 他们应该加点都不能变了 等于是 七天改一次的话 就除非是对面正好 正好是那个 提前 提前都 加点就加好了 然后正好 明天是 第六天 然后明天几七天改点 但应该不至于 嗯 对面反正 有没有辅助单位 回绝对头地府 毒一毒 要么就是 三瓶宝宝 卡大金嘛 对面只能出一波 那种配速虫 然后无限卡大金 这么打 补完也说 可以出去了 本应该本来就是 小一波冲吧 不过 玄冥的话 风吸抗性还不错 哇 这个 这老虎的声音 三千死 我来把野兽双岸都还行了 三只陪苏一只孩子 这边特技 其实愤怒点是满的 不过 不一定会放 怎么能每天看到我直播 我觉得我最近播的挺勤快了 虽然不至于每天 但是一般性有比赛 我都在播 对 得封杀 不然的话 对面直接拉起来就飞了 这板应该是压 对面另外一个湿坨的 或者是压林波城 感觉压林波城好一点 林波城倒地的话 反正战役会减嘛 大波有工资吗 全民我不知道 正常武神坛什么的话 是有工资的 关注哥哥可以啊 然后我在二号码 关注我也可以 看这边打谁啊 嗯 切林波 切林波转一点 因为是多挺变身 倒地的话 其实 还跟了瓦连环 真倒 怎么就被你给看穿了 好吧 我就是狗哥 我正在帮你们一边减弱 一边打PK 等不要崇拜哥 啥呀 这晚一个回合的 好吗 四只配速 仍然感觉还是没什么用 就感觉狗哥 就是看狗哥这边 一路碾压了 再压石头 不知道狗哥看的哪个号 也就是这边 宝宝不能改名字 嗯 没有 这个好像是八进四 都谁赢谁进 就谁赢谁进四强 然后明天的话是 那个四进二跟决赛 全红赛的话是九月份 九月一号跟两号好像 反正就九月第一周的周末 看一下哦 九月 嗯 九月一号二两号 在武汉那边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换到武汉哦 狗哥这边是女儿方寸啊 但是 对狗哥说 狗哥说方寸跟他有毒 狗哥有发系啊 有女拔木 可能还会有摩天公吧 虽然这两场还没有看到 他上过摩天公 因为以前一般都是在广州的嘛 就突然这次换到武汉去了 有摩天啥 因为前期的那个 就是前面的那个 应该那个应该算什么 海选赛吗 还是叫什么 反正没看狗哥的那个比赛 就我也不知道他有带什么 什么阵容 就目前看到的话是 女儿方寸就正五个门派 然后再加上女拔木 六个 刷鱼礼包 他们不是说只能 有逆境 只能那个一个人脸一个嘛 嗯不是在南京 就狗哥他们省赛是在南京打 但是五省 不是五省谈了 PK的 全民PK的总决赛还是在武汉 狗哥他们现在只是打的一个省赛 他可能只是想出一个 配色的宝宝而已 主要对面除了金星 你也不能让他放魔汉啊 对吧 放魔汉又没什么用 你反正特技一波在手里面嘛 你就放猫金星回回血呗 是魂 鱼礼包就是你们那个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 就是 那个 反正12点跟下午 跟晚上8点吧 就是可以去抢那个礼包 然后是呃里面是有那个 全民PK赛的那个 呃门票的 然后你礼包买完之后 不行你要去现场 就你要去现场去激活 然后你可以在 然后再在游戏里面再拿这个鲨鱼 突然又变成五个人站着了 嗯还能再扛一扛 对面出了 对面对面有带几只配色啊 我的天 啊没人买是吧 哦好吧 反正我知道我去不了 我就不买了呗 因为他现在是要去现场激活 而且一个人只能激活一次 就还不能帮好几个人一起去激活 所以 你只能找一个人家不激活的人 你让他帮你去激活 但是这个太难找了 啊都抢不到吗 好吧我我我已经是 我已经放弃了 不去抢了 抢了也没人帮我去拿 狗哥他们他们自己应该会激活 或者狗哥可能会帮他们老板激活吧 现场是在武汉呢 不过好像是 是狗哥 是对面这个队伍吗 因为我记得我看过那个就是排名嘛 然后有个队伍是 呃 几场比赛啊 预选三十几场 六场吗 是六场比赛好像 一共才打了四十多分钟 还是五十多分钟 反正 我不知道是不是对面这个队伍 是这个是吧 哦怪不得 就排在第一的 然后六场 然后一共只有五十分钟 四五十分钟 我的天 哦我哭也挺快的是吧 这关键是每场都还赢了 狗哥能激活很多吗 啊算了算了 还是不要麻烦人家了 反正我也不差这个小瑞 哦对 对面是武功 但是没什么用 就打到现在这种 这种时候了 狗哥这边就打 两个封系 双封系去控制的话 其实武功对很难打 就跟我们以前看那种 呃 就以前那种版本嘛 双封或者是三封去打三弓 的划三弓就很难打 真的其实他的那种配置嘛 就是可能他的一个 输出宝宝就不会太多 可能就一排 引弓啊什么的 然后 那个配速宠会打很多 然后就无限 开了秒 开了秒 这样子 他现在的问题就是 他的人物出不了手啊 因为关键这边是双封嘛 双封系的话 他必须得有配速宠来配合他 捷舞龙啊什么的 而且对面是没有回复的 所以你还得靠宝宝来卡大金 所以对面的话 不太会带那种 呃 特别多的那种高伤宝宝 高伤宝宝容易飞嘛 所以对面肯定是配速比较多 而且是那种隐身配速 然后就不停的用宝宝来卡大金 卡五龙这样子 现在前期的话还能后一后 等到后期的话 对面药量不够了 其实就没什么好打的了 对 其实狗狗这边的话 就明显你一看变卡 你就知道其实挺克对面的嘛 就 所有的 风系都 都没有变速度卡嘛 都是变那个防御卡 对 对面回去全都是靠大金的 那你宝宝 等到你宝宝都没了 对啊 或者说你药都顶完了 那也就差不多了嘛 其实不会了 不会太久时间 差不多吧 我感觉 最多 我估计半小时应该都不要 现在反正差不多打了二十分钟嘛 嗯 再来个十分钟 差不多结束了 反正这边就不停的 走风沙嘛 而且最主要是 对面其实真的 也就是前期打那一波 一波输出 然后你没打出去 那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就你前期没帮 你后面要抢再翻就很难了 五分钟应该还能扛一扛 他们对面药其实还有啊 药其实还是有的 只是没什么机会了而已 狗狗这边连那个 连漫天都不用叠了 就无限烟雨啊 破雪啊 然后是图印记啊 就可以了 哎 话说狗狗这边是不是可以玩飘秒射 那么多只配速直接玩个飘秒是亲宝宝啦 对啊 试魂 然后让让湿托去那个 湿托去压人就可了 我这把湿托应该直接给殷姬了就 点人的话 湿托给殷姬 武装给烟雨 亲宝宝的话就直接跟飘秒 然后 啊有颗血 飘秒 然后湿托直接殷姬就好了 嗯 没有碰碰后面又改回来了 亲宝宝还是能打得出伤害了 亲点人的话还是一滴血 亲宝宝的话又伤害了 嗯 就对面具体出哪几个人应该是不知道的 但是对面的阵容里面有哪些门派应该都是知道的 就这些应该是能查得到的 就是看他对面对手他因为好像是八个人对吧 就八个人是哪几个门派应该是能知道的 对八选五嘛 所以你大概率对面有几个几种阵容的话差不多应该都知道 嗯对而且对面之前的话那种路箱什么也都有嘛 好系统还会给信息是吧 那那连查都不用查了 我哥好像 他们说好像是有摩天公 不过我没看到 反正今天两场打下来的话都带的是 呃有带只带了一个女拔嘛 摩天公是没出的两场 没出场 反正这场是反正切进来就觉得已经对面是没什么悬念了 暂时反正今天打下来的话一共出了六个门派 还有两个门派没看到可能里面有个摩天公吧 还剩下一个不知道是哪个 那么我们说狗哥的那个狗哥的阵容 真的是有摩天公啊 不知道负赛怎么应该就是 哎但是副下切这种的话应该也能看到对面的这种吧 是都没有没有准备好吗 一般进了省下的话应该都是五剩以上的吧 哦看不到 那就那就聊了 肯定是没准备好 就切进来之后然后吃了一波重击嘛 嗯全民的话其实倒还好 全民的话普则重要性没有像五神坛那么高 而且相较而言的话其实化身的那个相比较普则而言更全能一些吧 因为你全民的情况下其实你出这种双无礼的话 其实还挺多的这种机会 那你相较而言肯定是你配化身会好一点嘛 因为可以拉进阿防御圈啊什么的 普则会少一些对的 因为你如果说现在的话其实那种 呃好意的话也就是磨天宫嘛 像神木领啊魔王啊 然后那个龙宫啊什么的几乎是看不到的嘛 所以普则的一个使用性的话可能不是不像五神坛一样那么好 对而且也没有什么硬件压制啊什么的 我说的是全民啊 又没有是说五神坛 其实真的跑到五神坛里面的话 我觉得普则跟化身 只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强或特别弱的 两个门派就是各有各的长处跟短处吧 其实都有 但是就全民来说的话 个人感觉化身要比普则阿好一点 对全民里面 就是从他的一个阵容配置阿什么的来说的话 感觉还是化身好一些 狗狗这边很稳啊 哪奔了 奔不了 一把化身防御圈拉上来 对面其实就很难受 现在就在慢慢耗对面的那个大金阿什么的 大金九转五龙 再慢慢耗 所以当中可能还会有交主一段时间嘛 等到对面所有的宝宝阿药阿什么都用好都用完了 差不多就结束了 对几乎观点还是蛮有用处的 特别是在那个防点杀来说的话 其实还是蛮有用的 罗安还有一个回合 先把捕捕虫宝宝这边看点大金 这把势图应该是施捕青虫了 先还还要把对面配速宠先清掉一点 好有金清可以 嗯 也没有到生死战那么严重啊 虽然说确实是淘汰赛 但是 狗位这边我觉得没什么压力啊 就是 就是这两回合对面宝宝神的有点多 其他都还好其实 这把 这把其实把上面那个尸陀封进去 然后尸陀开阴姬其实也可以 开一把阴姬 然后武装的话可以再压死一个单位 其实还好 嗯 主要对面没回复嘛 没回复 然后你单靠宝宝去卡大金卡五龙的话 就是 打个几个回合下来 对面要耗完了就已经没什么了 而且主要是在对面有药的情况下 对面其实打过来的伤害这边也吃得住嘛 所以就没什么节奏 对对面反正也没变身了 所以趁这个时候的话就直接封掉嘛 封掉然后压死就好了 风魔天命中 尸环在空上面尸陀 命中 这把凡尸陀开把 开把飞机 然后武装阴雨跟掉一个 跟掉一个尸陀 或者跟掉一个铃波就可以了 或许 反正要跟掉一个尸陀 然后开飞机 总没什么太大压力嘛 反正对面 等对面宝宝不神了 都清掉了 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是多伤还是比较高的嘛 不过还是 这确实挺爱神的 哈哈哈 地幅都开始毒灰血了都 天正武功 不是死功 不是死功 是武功 这点神其实还好 因为你一刀一个的话 其实你 就算你神了你下把也飞了嘛 所以没什么太大影响 这边空没中啊 这把应该是先变身了 不过也直接无所谓了 你变身完之后 我下把可以继续再封 然后再点嘛 好 金青 金青那更无所谓了 诶对哦 没剑回血 这个是八进四了 嗯 打到现在也没什么要了嘛 差不多嘛 半小时嘛 对吧 还有五分钟 嗯 主要是没想到对面没有带 就全靠宝宝顶啊 嗯 一般性的话 一般性的话 莉莉府还是会带一个酒油的 就你 赌的顺便 还能回回血嘛 我不知道对面是不是因为 带带七宝还是带什么 反正把那个酒油直接剃掉了 嗯 刚才把毒的话 他也只能是为了六刀了嘛 他毒又回不了血 也只能为了六刀了 但他其实 之前用的也不是六刀呀 他之前一直用的是那个 用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白爪呀 他用的是白爪啊 他点的还不是六刀呢 他点的是白爪 差不多了呀 两三个回合嘛 有用过吗 哦 好吧 呃 其实狗哥这边的方村命中 要比女儿更高一点 从那个 上面两场来看的话 好也是 不在意牌 但一般性的话 就正常看一些莉莉莉府的经脉的话 都是点白爪不点 都是点那个六刀不点白爪的 因为白爪伤还是真的低 相比较六刀来说的话 是很有没种 一把舍身 对面反正没配速了也就差不多了 对面能拖的话 只能靠隐身宝宝拖 没隐身宝宝的话也就结束了 对他本来就不在意牌 但是我不记得 我记得我以前看那个 烈地斧金曼的时候是 就不会去点到白爪 一般性就只点那个六刀 不过对面的话 应该也是配合那个群面生 然后去把那就是白爪点了之后 那个六刀点了之后 再把白爪也点了 以前好以前也可以 就后面改完一次之后 也可以点 啊算了 反正利地斧不在我的考量范围之内 现在五神台上 还没怎么看到过利地斧 直接开五刀 开五刀也没有啊 开五刀加一点伤害 但对面还是拖不进来 下场得等到明天了吧 明天十点钟了呀 今天应该比赛都结束了 狗狗认为是结束了 不知道其他的那个 下去怎么样 差不多吧半小时 29分现在 正好 开五刀就早点 早点回家学校嘛 那么鬼哥他们好像 那个第三场都没有打 应该是第三场的时候 就已经把那个 就是两胜队伍都绝出来了 就打了两场之后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 第三场就组型不打了 然后直接 八进四了 嗯什么鬼 嗯这场是八进四 不是第三场 应该是吧 然后明天明天就两场了 明天就是一个 哎对对对 里面有人机票送一下 人机票 赶紧赶紧赶紧 都快打完了 明天两场就四进二跟决赛 啊 闻一下狗狗这个第八名 到时候别掉出去了 感谢大家的人机票 Thank you thank you 所以我等一下干嘛好呢 红马今天抽过了 就不抽了 我看 一天抽一个吧 明天的时候再抽 我明天让他们把那个狗狗直播间调上了 不要掉我的直播间 不然我老是 老是在我直播间给你们卡红不太好 那么这是八进四 就狗狗他们这个赛区的话 就是第三场就没打 然后直接切八进四了 那赶紧今天有人 人机票的都送一下 然后明天有新的人机票 到时候再来 再来冲红马 谢谢大家